大家好 从这一章节开始 我们就进入签名服务器的定制化开发部分 在进行开发之前 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些知识作为铺垫 这一小节我们主要来介绍数字签名和数字签名服务器 第一个话题是网络安全问题 信息安全的要求其实从很早以前就有了 对一些重要的信息 我们需要用一些特殊的手段来加以保护 计算机网络设计的早期 它的目的是让网络上的设备进行互联 所以安全机制考虑的很少 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和发展 我们把一些越来越重要的事情也放到网上去做 这个时候网络安全问题就凸显出来 现在大规模使用的IPv4基本上没有安全机制 所以后来大家又设计了一系列的安全协议 实际上就是对网络协议的一些安全补定 比如像SSL协议 我们来看一下信息安全的几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保密性 保密性就是说这个数据只能给特定的人看 给经过授权的人看 未经授权的人是不能看到这个信息的 第二是信息的完整性 完整性就是信息不能被篡改 第三是不可抵赖性 我们来看一下加密 加密是保证数据机密性的一种重要的手段 加密可以分为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 对称加密是加密密钥和解密密钥使用同一个密钥 在进行加密运算的时候 将密钥作为一个因子 明纹作为一个因子 经过一系列变换和运算产生一个密纹 解密的时候 我们将加密的结果作为一个因子 将加密密钥作为一个因子 那么经过一系列反运算就得到明纹 它的优点是加密速度比较快 但是它的缺点也是非常突出的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密码管理的困难性 比如说我们将数据加密好以后 如何将加密的密钥传达给对方 因为对方在解密的时候 是需要用到这个密钥的 如果说我们对这个密钥进行加密 那么加密密钥的密钥又如何传给对方 这样就会陷入一个死循环 第二个问题就是多个通信实体之间需要保持 需要保存多个密钥 它是一个点对点的关系 我们来看这张图 每个通信实体两两之间都会保存一个密钥 那么这样随着通信实体的增多 密钥的数量会成几何级数的增长 这个管理起来难度就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针对对称加密的缺点 后来人们设计出了非对称加密 非对称加密把密码的分散管理变为集中管理 我们看这张图 中间是第三方的认证机构 也就是所谓的CA 我们每一个用户在CA这个地方进行身份认证和证书的申请 也就是密钥的申请 每个用户持有一个密钥 这个密钥称之为私钥 CA这个地方管理着一个密钥 这个密钥称为公钥 公钥是可以发给所有人的 私钥只能由自己保留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密钥的分散管理变成集中管理 密钥数量和通信实体的数量呈线性增长的关系 它的原理是基于数学上的一些难题 破解起来非常的困难 常见的算法有RSA算法 椭圆曲线算法 非对称加密会使用到两个密钥 一个密钥称之为公钥 一个密钥称之为私钥 公钥可以公开给大家的 私钥只能由用户自己保留 公钥加密的数据只能由私钥才能够解开 私钥加密的数据只能由对应的公钥才能解开 这样公私钥加密的数据就形成了一个互为验证的关系 密钥是由第三方机构颁发的 也就是我们所称的CA 那么各个密钥持有者之间形成一个信任体系 比如我第一个用户和第二个用户都是同一个CA颁发的证书 我们在申请证书的时候会到CA进行一个身份的验证 所以两个实体在进行通信的时候呢 看到是同一个CA发出来的证书就认为对方的身份是可靠的 就不用再进行对方身份的认证 如果说两个CA之间是进行信任的呢 那么这种跨CA之间的用户 发现我们两个跟CA是相互信任的关系 那么下面的用户也会在同一个信任体系中 认为对方的身份是真实可靠的 非对称加密的应用主要有数据加密 数据加密也就是保证数据的机密性 身份验证 数字签名 数字签名主要是为了防窜改和防抵赖的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这样一个交易场景 比如说A发出一个订单给B 在这样一个交易场景中 信息安全方面有哪些考量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就是要保证订单的内容不被偷窥 因为订单可能涉及到一些敏感的数据 第二呢 保证订单的内容不被修改 这个也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订单内容是我这个发送者发出来的原始信息 第三呢 A需要保证只能由B看到订单的内容 那么B呢 需要确定这个订单确实是由A发出来的 也就是一个身份的相互验证过程 第五呢 要防止事后抵赖 比如说A在发出一个订单之后 第二天市场环境的因素 这批货物的价格下降了 A如果说要抵赖 我没有发出过这个订单 那么B就能够拿出相应的证据 证明这个订单确实是由A发出的 在这样一个场景中 第一点第三点可以通过加密的手段进行保证 第二点第四点第五点 可以通过数字签名的手段进行保证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数字签名 数字签名就是借助非对称加密技术 对信息的发送者进行身份证明的一种技术 证明发送者身份的真实性 防抵赖 那么它的原理是利用发送者的私钥进行签名 因为私钥只有发送者自己才知道 接受者用公钥解密加以验证 我们在使用网银的时候 会插入一个网银盾 这个网银盾里边实际上就是 这个网银盾里边实际上 就是灌入了一个用户的私钥证书 我们在进行交易的时候 使用这个私钥证书进行数字签名 发送给对方 对方收到以后呢 会用我们的公钥证书进行一个解密 来验证我们的身份的真实性 同时也起到一个防DNA的作用 我们看一下数字签名的流程 这是通信方A 这是通信方B 这边是发起者 这边是接受者 发起者首先将原文用对方的公钥做一个加密 得到一份加密数据 为什么使用对方的公钥呢 因为我们发给对方的时候 对方用他的私钥进行解密 这样我们就能保证这个数据只能由对方查看 同时我们对原文进行一个摘要 然后对这个摘要用自己的私钥做一份签名 同时把加密后的数据和签名信息发送给对方 对方在收到这两个信息以后 首先对加密的数据 使用自己的私钥进行解密 得到原文 因为加密的时候 对方是使用我们的公钥进行加密的 所以这个地方使用自己的私钥进行解密 得到原文 得到原文以后 他做一个摘要运算 产生一份摘要 拿到签名信息以后 使用对方的公钥进行一个解密 因为这个签名信息是发送者的私钥进行加密的 所以这个地方用发送者的公钥进行一个解密的操作 得到一个摘要 然后用我们自己算出来的摘要 和对方发过来的摘要进行一个比较 如果这两份摘要相等 说明这个数据在传输的过程中没有被修改 如果这两份数据不等 说明这个数据在传输的过程中已经被修改过 这个就是一个防篡改 防抵赖呢 我们是用的对方的公钥对签名信息进行一个解密 如果能够解开 说明这个数据就是通 如果能够解开 说明这个数据就是对方发送过来的 因为他用自己的私钥进行了签名 这个就是数字签名的防抵赖 这个就是数字签名的防抵赖和防篡改的原理 签名服务器呢 它是专门用来提供数字签名和数字签名验证的服务器 这边是应用程序或者说应用客户系统 这边是服务器 应用程序或者客户程序发出一个签名请求 那么签名服务器进行运算返回一个签名结果 客户程序或者说客户应用系统发出一个签名验证请求 那么签名服务器经过验证以后返回一个验证结果 究竟是通过还是不通过 这样做的优点呢 第一个能够提高安全性 我们使用单独的签名服务器可以把自己的 我们使用单独的签名服务器 可以把私钥证书灌到一个UK里边 通过物理上的保护来加强安全性 第二呢提高速度 这个地方采用单独的服务器 还可以采用单独的 还可以采用硬件加密卡 提高运算的速度 提高效率 第三个优点呢 可以减少应用系统的计算量 因为分担了一部分工作给签名服务器 第四个优点呢 是可以在多个系统之间共享签名服务器 这个签名服务器是多个系统之间可以共享的 第五呢 是减少应用的开发工作量 谢谢大家